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你们好 看到我身后的训放龙就知道 我今天又在进行训放了 好长时间没有训放了 我还是在500公里上龙前训放的 因为19号回东郊七哥子 进行了500公里的邀请赛 这里是我们潮湖市的庙岗 离家的直线距离只有32公里 这里跨潮湖的水面是最宽的 20多公里 如果鸽子不敢从潮湖水面上飞的话 那鸽子今天它要飞48公里 直线距离是32公里 绕道是48公里 我不知道他们会选择执行 还是选择绕道 今天放一下 也是让他们适应一下新家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走来个进口进去 今天天气非常清好 看到那个东边已经亮起来了 太阳一会就要出来了 稍住休息就开始放他们 好的太阳已经露头了 现在我就来开笼 小姜们你们回家啊 天冷飞快一点 记得回家从新进口进去啊 今天一共是15只啊 7点20开冷的 飞到前面来 没有转圈 直接就走了 看看他们今天到家 花了多长的时间 也就可以知道 他们是不是从潮湖水面上飞过去的 因为直线是32绕道是48公里 中间相差16公里 从他们归头的时间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赶紧回家 好冷 哇 今天真的很冷 停车在这里吃早饭 我来看一下鸽子是什么时候到家的 没想到就唠了一个乌龙 早晨来个监控 不知道怎么 没有拍到 这个监控怎么倒下去了 也就没有办法知道 鸽子是什么时间回来的了 外面是一只鸽子没有 这上面也没有啊 平台上一只鸽子也没有 我来看一看 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进去了 回来了回来了 全部都进来了 你们还没费累是吧 还在打架 这是花头酱 花头酱是黄金甲配盖笔的 这一只是205 都回来了 全部回来了 还不错 鸽子全部回来了 并且呢 还是从这个进口进来的 我这门是关起的 全部是从这进口进来的 虽然不知道 他们回来的准确时间 他们能够直接的 从进口进来 也就达到了 我去放的目的了 你来看 我也要 是 再